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第二舰队于二战后正式成立,原历属大西洋舰队,主要负责大西洋西北部海域作战和防御。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海军全面收缩,美军保留第二舰队的必要性大幅降低。 2011年,第二舰队被正式解散,其所属的126艘舰船近9万名人员移交舰队司令部,原有辖区主要由第六舰队接管。 不过,出乎美军意料的是,受叙利亚局势以及伊核问题牵制,第六舰队的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被迫将重点放在了地中海海域,无力应对俄海军在北大西洋日益频繁的活动,因此恢复第二舰队的呼声也变得日渐强烈。 2018年5月4日,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在诺福克军港宣布,美国海军将重建第二舰队,负责美国东海岸和北大西洋防务。 8月24日,理查德森在乔治·布什号核动力航母上宣布,正式恢复第二舰队舰制。 重建的第二舰队除了被第六舰队提供支援外,其防区还包括了北冰洋,尤其是巴伦之海。 在第二舰队的徽章上,由盾牌、三叉戟和白头雕组成的巨大图案,覆盖在北大西洋的广袤区域。 而三叉戟矛头直指的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所在地和战略核潜艇的大本营巴伦之海。 巴伦之海位于北冰洋边缘,是北冰洋唯一一处中年不动的海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这里有全球最大的核潜艇生产车间北德文斯克造船厂,还有俄罗斯最大的军港摩尔曼斯克港。 美军将第二舰队的势力范围推进到巴伦之海,无疑是想把俄罗斯封堵在军港内。 就在美军宣布重建第二舰队的第二天,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鲍里索夫便表示, 俄军有10架配备匕首高超硬速导弹的米格-31截击机在执行试验性战斗执行。 他表示,匕首能有效对付由航母驱逐舰和护卫舰组成的航母战斗群。 俄消息报报道称,米格-31能够据此完全掌控北冰洋和太平洋沿岸的全部水域, 俄海军航空兵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导弹。